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3月15日 今天是星期五 農曆年的時間來到2月 初六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各方面的時事 昨天應該跟大家揭露歐洲正在醞釀一場大風暴 而 今節我就是要就這件事再跟大家跟進 好了 雖然國際時事 香港人一向關心 是會少一點的 即是跟本地的八卦 或者是娛樂新聞相比 說到國際話題 通常 都會 稍為熱度下降 但是作為全面 的 政治和時事分析 我們沒有可能 在任何時候都放過 國際的局勢變化 尤其是 歐洲現在 我相信是有大變 而歐洲 你可以說是這個世界 也是很正常 因為歐洲實在 對全世界 整個經濟 還有政治來講 都相當之重要 現代文明 基本上大致上都是在歐洲誕生的 一說到這些話題 就會有可能有很多大中華膠上身 跟你說 不是啊 我們也很文明 不是人家聰明一點 我沒有說人家聰明一點 不要那麼快 就妄自匪博啦 沒有說你差一點 但是這個是公認的事實來的 即是說近代 關於人倫 關於以人做單位 例如個人 自由 人權 這些抽象的觀念 大致上發展到今天 都是大概在歐洲這個地方 最先是誕生的 人家領先了 你有志氣的追回就行了 中國大陸這個地方 神州大地最好追回的方法 就是推翻 獨裁者 這個是最好最好的方法 不要說哪個地方比較好 人家領先就領先 為什麼要說 上述那番話呢 因為我們早前也跟 不少 這個 人吃飯的時候 其實很多 華人 還是有這一種 所謂的文化情意 就是覺得文化要做比較 誰厲害 誰差一點 幾千年之前 孔孟已經說這些了 他們最喜歡 是用這個做例子 我當然同意 幾千年之前 就已經 有 關於以人做單位的思想 其實是很進步 可惜 就是跟今天中國大陸做對比 所以這一點才顯得更加 是 退步到一個 極點 甚至乎是使人命如草戒的今天的中國大陸 說遠了 這一節要說歐洲的情況 我昨天跟大家說 馬克龍即將 要開始 強硬起上來 果然是不出所料的 結果法國總統馬克龍 是在 星期四的晚上發表演說的 他也開宗明義 說俄烏戰爭的問題 也有說俄羅斯的問題 簡單來說 法國總統馬克龍 是 呼籲歐洲對俄羅斯被戰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各位記得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記得幫手支持 我們 和大家繼續緊守着時事 崗位 由於香港很多現在的網台根本 坦白說 根本不是跟你說政治的 每樣都是敏感話題 每樣都不能說 又有23條 不要緊 你們不做 我做 我們做這個台 其中的目標 就是要守護著這個底線 連言論自由 都不敢守護 香港人就等於認輸 尤其是 我們是一個相對 安全的環境 不過 你 主動選擇置身自己是一個危險的環境 你不要把責任都給你離開 你自己要負責 設計劉慧卿上身 你可以離開一萬次 你不離開 然後說 離開了 別說那麼多話 不要連累我 真的是劉慧卿才說得出來 我們看看馬克龍說甚麼 馬克龍 我們跟大家揭露過 法國 基本上跟美國 大家 之間的關係 除了大家都是民主國家之外 幾乎 法國 是100% 逢美國贊成的 他就反對 逢美國反對的 他就贊成的 即是說 差不多 在一個民主國家的光譜裏面 差不多 法國 跟美國比是排到最敵對的了 英國不用說了 英國跟美國的緊密程度 是兄弟級別來的 基本上所有軍事行動 都是英美聯合的 不用說了 法國當然是不合理英國 我沒有辦法了 因為我們是英國人來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 幫法國 而且我們也不覺得法國是對的 法國 除了今時今日現在馬克龍說的東西 我稍為覺得對之外 過去那麼多年來 我幾乎沒有一次覺得法國是對的 好了 中國大陸 做著種種侵害人權的事情 法國也沒有怎麼幫香港出聲 好了 法國和德國 是歐盟的大佬 德國的情況跟大家也解釋過 德國 整個汽車工業 好像被中國大陸控制了一樣 德國也 如果跟中國大陸緊密合作了 美國說反中國大陸 我就反 他就擔心有大量的經濟損失 多得 瘋狂的戰狼和習近平 令到全國德國 對中國大陸都開始極之反感 所以 德國 政府也沒有辦法 是可以長期 親中 所以在歐洲 反華陣線上 我暫時用著這個字眼 這個字眼不是貶義的 其實德國的議員也佔了很多 雖然 德國政府 就是想領共 法國 法國的國策就是如此奇怪 到美國 開始 沒有再支援烏克蘭 又輪到法國出來想帶頭 這次 當然 其中一個原因 是跟歐洲的傳亡 真的有關的 因為 說得難聽一點 美國 是幫忙 有份發動了這場戰爭的防衛 不是發動襲擊 他 是支持烏克蘭防衛 所以戰爭 是打響的 但是打響的 美國 那麼多年來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都沒有改變過 美國每次 就是兩個黨 在野那個黨 就跟你 將整個政策反絕 每一次 世界的淪陷都真的跟美國有關的 你看一下阿富汗 你看一下當年越南 還有中國大陸的情況也是一樣 如果不是當日美國忽然之間 撤回對這個 國民黨的支援 其實中國共產黨 是沒有可能是打贏的 所以 其實這個問題 歐洲的國家是看到的 如果又因為你美國 無緣無故 搞政治 去投反對票 跟你說不用幫烏克蘭啦 我們先搞美國 美國 Great Again 坦白說 來到今天 真的已經到了一個完全沒得原諒的位置 基本上 你是徹底把 我們那些朋友 直接是遺棄 為烏克蘭 對抗了 邪惡國家那麼久 不單止烏克蘭的 還有很多我們其他的朋友 例如波羅的海 的三個小國 差不多最小的立陶宛 是支持香港 支持得最激烈的 你現在美國在搞甚麼 現在的美國 就是向 出賣全歐洲的方向 進發 而 進發 最大的動力來源在哪 我沒得不說 你現在要說 環球時事嘛 是不是 不是報恩嘛 我不會跟你報恩的 如果你香港人 我覺得我要報恩給特朗普 你是 看著你的朋友 是 出事被人出賣是死亡的 你直接 是出賣朋友 出賣盟友 甚至乎是出賣民主自由價值觀 所以不好意思 我欠特朗普多少 我們香港人欠特朗普多少 是我們 私人的事情 大事 公是公非 就是 公眾的事情 不是我們說喜歡特朗普 就算數的一句 我們說回歐洲 我們說美國就著火了 美國 不是第一次了 美國是 每一次 每一次他支持 支持下個國家 跟著跟你說不支持 然後呢 導致又向邪惡國家跪低 是淪陷 不是跪低 而你這一次很明顯 是跟現在的共和黨有關係的 你說 叫我們當閉眼看不到呢 我跟你說400%不可能 如果我們 看到不公義 就當閉眼看不到就算 那我們也不用做了 說回歐洲的情況 歐洲 其實 的確沒有辦法像美國那樣可以主導世界的 因為歐洲的國家 是不夠大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原因 歐洲真的是重大考驗 到底歐洲是不是真的夠膽舉起武器 對著俄羅斯 我相信歐洲 尤其是現在說法國 最大機會會做的 就是肯定 是拿武器出來 更加有機會派部隊去烏克蘭 這個 目前的格局 正正是世界大戰的格局 幫大家溫習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怎麼發生的 應該可能很多人忘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就是兩個陣營 一邊 的國家 跟其他國家簽了 是條款 如果我跟另一個國家開戰的話 你就要來幫忙 另一邊陣營也是 定立了相同的規矩 結果一個國家 跟另一個國家開戰 就使得 全部國家都需要加入 這個正正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簡單一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單一點 是納粹德國 想吞併整個歐洲 即是說 歐洲 現在這個格局 的確是等於 將來的歷史 可能會判斷 這個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目前歐洲的衝突會去到甚麼地步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跟大家繼續緊貼著 第一時間 再詳細分析的情況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